一战成名 出道短短五年 传出他现在手上是握有两栋房子 还有三栋玉寿屋 估计价值高达三亿元 却也因此被国税局盯上 但是呢后来发现 这个逃漏税是乌龙一场 麦力深情的演唱 肖敬腾充满个人特色的歌喉 让他从一出道就大受欢迎 而且今年才25岁的他 传出已经是个拥有五间价值 三亿台币的地产小富豪 不过却有消息说 他因此被国税局盯上 认为他太年轻 身家不太可能如此丰厚 肖敬腾的五间豪宅 分别坐落在台北市新一区 和捷运站附近 其中有两间已经可以入住 另外三间则是预售屋 因为他认为这些地段的房子 比较有保值性 所以就当存钱投资 而且如果有朋友从外地来 也可以有地方住 从选秀节目中出道 那时的肖敬腾还是一脸生涩 他当时的工作是西餐厅的 助唱歌手 时薪八百块钱 上电视一战前名后出道 在演艺圈闯荡了五年 身价三级跳 光是今年演唱会和商演 一共就接了六十场 今晚还开了五支广告 年收入高达两亿零六百五十万元 隔上事业和广告代言 接不停的肖敬腾 把收入投资在房地底上 想要效法前辈费玉清 网眼一圈地产大亨之路前进 捐选谭成谭若一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